花莲县政府辅导成立有机农业潜力区专案会议19号在万荣香公所举行 专案会议召集人简志龙、花莲县议会农业小组召集人黄灵兰 二招蔡依静还有县员陈美莲 县府农业处籍万荣香的农民们也透过会议召开 促进临近冠行农友转型 开创万荣香农友们的经济产值 为了协助万荣香农民们开创农业的经济产值 19号花莲县议会并且前往万荣香公所二楼会议室 召开花莲县政府辅导成立有机农业潜力区专案会议 会议召集人简志龙、花莲县议会农业小组召集人黄灵兰 二招蔡依静现员陈美莲也提出如何辅导农民们成立有机农业 所有的农兰种子的农情的种子状况 万荣香公所做出来的统计水到34.23公斤 那其他四个都是在山区 那山区的时候山区一个问题很多都是农业用地 那你农牧用地的时候 在山区我们怎么样去补导他们做有机 我们目前公所这边目前要推动的以及 我们未来因为接下来我们也要进入到明年的这个 经费的这个规划嘛 那可不可以把我们这个万荣的部分 还有我们中区其他这个乡镇的部分 也要通盘的来考量 因为其实中区的有机面积 虽然比不上南区 但是还是面积蛮大的 没有办法去把这些厂销能够做更完整的这个输出 其实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会议 我希望我们农业处能够更辅导我们偏乡 我们律师今天我们在万荣这里 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做的简报能够 都能够落实在跟这个我们部落的这些农民 有更多更好更良善的一个这个沟通的管道 经过一个半小时双向沟通 中央会召集的简直隆也提出决议 我这次就是以万荣香为例 我们万荣香要进入有机专区 我们要请政府要大力的协助 这是一个主要的固定 那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说那也要请公所稍微协助一下 就是说在盘整下 目前按照现在的农业专区的一些条件 不论是你是想要进入有机专区 或是是你现在目前是在做换行都好 只要是你愿意 比零的十公顷以内 我们都可以变成有机专区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未来要变成有机专区的农入 那不做 刚刚我是因应你刚刚讲的 你会来帮忙 所以说我们要变成 变成有机专区 现不会帮忙 我用这样的假设 意思是说现不是同意到吗 中央会召集的简直隆表示 这次邀请欢迎先议会农业小组 欢迎政府农业处 公公处 幻农乡公所 幻农乡农业各产销班 农民们来协助辅导农民们来成立有机农业 共同来打造幻农乡成为有机的农业之乡 记者 终于无人想不到 小组 公刀